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為何這集以香港小姐作為主題 主要是我有兩本書籍 有講及香港小姐 第一本就是新電視 軍事很流行的 七八十年代這些電視書 什麼金電視、新電視、大眾電視 這本新電視是我在雜貨買回來的 1980年的五月份 當時香港小姐的最後十五位佳麗 已經選出來了 1980年的香港小姐冠軍是哪位 記不記得? 戴月娥 第二本就是一本特刊 TVB二十週年台慶的特刊 二十週年就是1987年 它有一個Session 就是介紹香港小姐 圖文並茂很多香港小姐的資料 對 TBB在1973年開始 每一屆都成功舉辦了香港小姐的競選 冠軍會派到海外 代表香港參加環球小姐 MISS Universe的選舉 好了 關於香港小姐的collection items 我就沒有什麼了 這些都不是的 這些是我在玩具店買回來的 作為這一集的 製造型 一些道具 但是我又有收集到 我和一些香港小姐所拍的相片 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第一位 張瑪麗小姐 張瑪麗就是1975年的冠軍 我記得1975年的時候 我代表 Form 3 也是對於選美會很有興趣 那時候 我就貼他拿冠軍 最後他終於勝出了 所以幾十年後 在雪梨能夠訪問他 很開心 我就說回 我貼你冠軍 你贏了 說回他聽 他也很開心 多謝我 鍾衛兵小姐 1979年的貴軍 她在若干年前 和大姐明 1973年 麗的電視沙灘小姐的冠軍 來到雪梨有些活動參與 我也有機會訪問她兩位 楊思琦小姐 2001年的冠軍 我記得訪問她的時候 她給我的印象是相當好 好像一些倫家小女孩 好乖 好好笑容 潘芝莉小姐 1996年的亞軍 她和我一樣 現在是蔣雪梨 她是經營飲食業的 很成功 個人也很友善 鄧紫瑩小姐 1985年的前十五名 1985年就是謝玲那屆 記得嗎 她也是一位很出色的 才女 在雪梨的華人圈子 有很多服務 很多貢獻 七十年代的時候 歷屆的港姐冠軍 你猜哪位是被公認為最美 最受歡迎的呢 當然是朱玲玲小姐 我記得她當選 和出道的時候 我都覺得她不一般 Not my cup of tea 反而幾十年後的今天 看回她當晚當選的片段 真是多美 明言照人 最近在互聯網上看到李思哲 黃祖嵐 阮紹場地 惡搞香港小姐競選 很好笑 播放少少給大家看 和大家分享一下 2012年度 鄉下小姐冠軍 是 2012 Miss鄉下 goes to 11號 Handler Baby 我也是很好笑的 好了 想說一下 香港小姐的主題曲 我非常非常喜歡 大家都知道 這首主題曲是來自一首 法國的歌曲 亦是一位法國的音樂家 Paul Maurier 是否這樣讀 Paul Maurier 將他arrange 成一首很動人的音樂 這首歌曲 將古人樂團裡的四大家族 賢樂、銅館樂、木管樂、抛擊樂 四大家族運用得很好 旋律本身是很好聽 可惜不是香港人寫的這首歌曲 但都選得很好 到現在為止 幾十年已經 一聽到這段音樂 大家都知道是 Miss Hong Kong Pageant 除了我收藏了一些 我和香港小姐佳麗的冠軍 有些亞軍的相片之外 我亦都有一些recollection 七十年代最難忘的 香港小姐的片段 我相信你和我一樣 1976年 林良惠小姐 她知道自己得到冠軍的時候 那個樣子 真情流露 熱情奔放 完全沒有儀態 當時很多人不喜歡 說她不尊重 但也有很多人喜歡她 說她充滿了青春氣息 她很討厭 從哪個角度看 總之 林良惠七六年代表香港參加 在香港舉行的環球小姐選美會 記得嗎? 尼姆台 當時是香港一件城市 那時七十年代中 香港是第一次舉辦國際城市 很空洞 當時我有follow 冠軍就是以色列小姐 第三名 那位是蘇格蘭小姐 名字我忘記了 當然查到 那時很大人都很喜歡她 這個 Mrs.Gottland 就說對眼是綠色的 藍藍的綠綠的色 可惜她是拿第三 而我們香港小姐 林良惠 厲害了 進入最後十五強 成績是相當之好 很明顯是她的評判 就給了香港 因為我們主辦那屆的環球小姐 的決賽 第二件事 值得和大家重溫一下 就是1981年 那時候 罵了一些醜聞 記得嗎? 羅佩茲 因為她的資料有問題 我忘記了什麼事 總之就是她的後冠 她的銜頭被黏奪 由第二名的盧錦尚補上 兩個都很漂亮 1981年我都有追蹤 我貼最漂亮的就是劉佩茲 第二漂亮就是盧錦尚 結果第一第二都被我貼中 之後八九十年代歷屆的香港小姐 我已經沒有追蹤 沒有興趣了 近十年已經沒有看了 還有一件事 也是發生於1981年 當時的嘉賓 是來自英國 Rod Stewart 記不記得嗎? 聽說她在決賽當晚喝醉酒 大家看看這個片段 她出來之前 已經在後台走來走去 就是假裝矮仔 有人說她取笑香港的佳麗 身材太矮 她時後又解釋說不是 她只是想搞笑而已 還有她頒獎給迪波納摩 的時候 其實她是將那個Trophy 放在地上 令到迪波納摩很尷尬 編導就拿她們兩個人的帶頭 那一幕後來的記者在報紙上看到 很無禮貌 Rod Stewart 她也有道歉 她是來自低下階層 唱搖擺樂 Rock and Roll 她有這樣的動作 一點都不奇怪 很失禮 失禮自己 不過還是得淡笑 這麼多年之後 看回 歷年來的香港小姐競選 都帶給我們很多回憶 小學的回憶 中學的回憶 這些是香港佳麗 有些是頭身娛樂圈 有些都是退隱了 也是值得 我們在這次向她們致敬 因為她有這麼大的勇氣 出來參加選美會 我相信很多女士們都沒有這樣的勇氣 多謝大家收看這一集的威廉夜冷 多謝收看威廉夜冷 請訂閱這個YouTube Channel 和Like我的影片 也歡迎大家 在留言一起懷舊分享